为什么允许不幸发生 思考题三 自私自大会导致伤害 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爱慕尊贵和财富 这与我爱是一回事 或者严格地说 就是出于我爱而热衷控制 这是一种自命不凡的爱 而自命不凡的感觉是全然邪恶的 所以说我们生来就全然是恶 我们遗传来的只有邪恶 我们所遗传的是出于我爱 而缠绕我们的自我意识 尤其是因我爱而热衷掌控 这是因为当我们被这种爱缠绕时 就会完全专注于自己 从而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都沉浸在自命不凡的感觉中 结果我们的我爱之内 就会有行伤害之爱 因为我们没有对邻舍之爱 只有对自己的爱 摘自圣志 二百一十五节七 核心理念 我们天生就有这些自私的冲动 在某种程度上 自私是一种生存特征 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 确保食物、衣服和住所 我们就会死 这在灵性和生物性方面都有意义 因为如果我们不够健康 无法自由地做出选择 我们的灵性就无法成长 但是自私或自大 是我们对他人 也是对我们造成众多伤害的根源 因为它是我们的根本特性 所以很难对付 好消息是 在来生 我们都不会因为遗传的邪恶 而招致任何惩罚 因其不属于我们 我们不为自己的遗传特性 承担责任 参见天堂与地狱 342节3 反思 有哪些例子显示 自私行为可以导致有益的结果 有哪些例子显示 自私行为造成危害 这两者之间 你如何划分界限 在什么情况下 关爱自己会给别人制造问题 如何理解 若自我意识 以积极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时 就不算过错 以消极的方式呢 第二天 有哪些例子 我来吗 我来